本来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像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一个家庭,但是男人占了政治统统性的便宜,男人并不能把自己变成女人。 而女人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推翻男人以后把自己变成男人的这种结构,然后现在双方都要各自组成民主国家,各自都要有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在原有的各阶级中要重新分化组合。 例如把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赶出去以后,就要重新产生突厥的民族资产阶级。本来,突厥人是统治者,是军事贵族,满蒙巴奇。 比如说,亚美尼亚人是工商业的资产阶级,希腊人也有可能是工商业的资产阶级。 降奴,就是耕地的大多数人,他们有些是穆斯林,但是并不自称为土耳其人。 土耳其这个概念是发明出来的。根据当时政府还去的调查结果的就是,他们问广大居民说:"你们是土耳其人吗?" 那些居民回答说:"老爷,我们是善良的穆斯林,你们所有的土耳其人住在山谷那边,他们是一帮野蛮人,他们经常抢绝我们,希望你保护我们。 但是经过两代人适当的教育以后,你从上学以后第一课就是学到,有土耳其人品质——善良、正直、勇敢,这些品质都是土耳其人的特征以后,最后你就会习惯了。 最后等到你的孙子那一代的话,你会以为攻击土耳其人就是对你自己的人生的冒犯了。这就是民族发明了,他们的祖先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的。 然后,这些失去自己原有阶级地位的希腊人到了希腊以后,他们当然不会说是同胞爱,我们是同胞,就是亲入一家了。他们原先的职业和阶级在希腊本国是有的,他们也挤不进去,但是他们是为希腊国家建构做出牺牲的人,功劳很大的。 如果不是我保护,我们保护你们的话,共产党早就把台湾占领了,要不是我们再带着二万人跑到你们这里来的话。 而且我们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地步,比如说我为什么能够在湖南做大地主,完全却跑到台湾来领你这些可怜的十八趴,你们还说我占领的便宜? 妈的,如果不是我为了保卫你们免遭共产之害的话,我现在还不是在湖南省经营大庄园有无数的土地和电龙吗?当然不见得各个都如此,但是你要知道神话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正如《维城》这部小说中说的那样,日本人烧毁了无数只需乌有的房屋,摧毁了无数只需乌有的财产。 因为日本人使一部分人,使有些上海人破了产,逃到重庆的所有难民都可以面不改色地声称,我本来在上海是大哭老的。 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我怎么会跑到像梁西丘一样到重庆来住一间茅屋,还要自称雅舍的地步呢? 当然这句话潜在的就是,你们这些上江人要注意,我是流亡贵族的,你们不要看我现在这么穷,你们要按照对待流亡贵族的那种态度来对待我。 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一个隐含的阶级形成,或者说是阶级制造。他们会使逃到希腊来的这批人,第一,实际上处在无法蒙生的状态,第二,又要坚持比原来的这些希腊人来的高贵。 最后他们终于在,因为希腊支持不起,无法支持大希腊主义,最后在战败以后推行了去大希腊化,把原先推行大希腊化主义的政府完全推翻了,而且追究责任,把他们整得很惨。 1922年以后的希腊才是小希腊,才愿意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些民族的存在,放弃这些自己财政势力支持不住的东西。 也就在这个时期,在这以后的希腊才取消了海外侨民的议会代表,使得比如说美洲的希腊人以后就不算是希腊人了。 但是,跑到国内的这些难民,它就像是黑山的山民在旧南斯拉夫王国一样。旧南斯拉夫王国取消了他们在过去封建时代占三为王、原土打击的权力,使这些认为抢劫最高尚,像苏格尔山地人一样,抢劫最高尚,老老实实挣钱是下等人做的事情的山民,十分的不爽。 认为,南斯拉夫王国降低了他们阶级地位,无论是你搞三族共和洋还是六族共和洋,我们他妈的都不满意。 不满意的方式有两种。第一就是,我们要发明一个黑山民族。尽管别人认为,黑山人跟塞尔维亚人的小事全无差别,只有封建型的差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塞尔维亚人是习惯于土耳其人奴役之下乖乖地干活、赚钱、交税,而我们黑山人自古以来就是当强盗出身的,绝对不欺负任何人,所以我们要发明一个单独的民族。 另一个做法就是,你们南斯拉夫王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要压迫我们穷苦人民的正义百分之多,所以我们要变成共产主义者。 所以,黑山民族主义和黑山共产主义都是由于同一种因素产生的,同样的激励也作用于流亡到希腊这些土耳其原有的希腊乙居民,使他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 变成了1945年,共产党掀起了那场,占领了除雅典和比利埃夫斯以外的所有希腊全境的共产党判断的主要知识。 这条判断的结果对共产党很糟糕,因为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元时现已经跟丘吉尔发了一条东欧势力范围线,这条线把希腊划在了英国一边。 结果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势力,不共产党人只有几百个人的罗马尼亚被硬着头皮扶起了共产党政府,而占领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希腊共产党被硬着头皮证业了下去,逃到苏联那去为斯大林全部杀光了。 从希腊本土共产党人,他们没有能够出一个毛泽东,所以就倒了血没了的角度来讲,真正的动力在于,他们总算是出了1922年以后的恶起。 1922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中华民国难民在台湾的后裔很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假如台湾独立了,那又是1922年以后的小希腊了。 这里面唯一的意义就是,假定其他方面的国际事情都不发生的变化了,唯一的意义就是,你他们不再是我们必须包养铁的工程,你们去自谋生路去吧。 而他们自谋生路的难度跟1911年以后的八七子弟是一样的,他们必定会愤怒。 愤怒在社会上处于下等人的经济地位,自然而然地会变成共产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能够使他们变成共产革命的领路人,一下子就扭转了全局,由下等人重新变成了上等人。 最积极搞共产主义革命的人通常是破落士大户,像徐秋白、康生这种人,而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容。